大厦A1306号 已有几盘磁带丢在车上为由 向展销部等负责人所要灵制94款300型轿车钥匙 见车主不从 穷凶极恶的案犯 动手将车主打昏 又扯断电话线 捆住车主的手脚 并用胶部粘住其嘴和眼睛后 抢走灵制车 舍口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后 16所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 在近15年的时间里 向社会输送了9万名本科毕业生 和研究生 有380多万名干部职工 接受了不同形式的文化技术培训 200万农牧民 接受了各种类型的实用技术培训 内地的高校 也以培养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 作为支援新疆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 仅1989年以来 内地的50多所高校就招生了5000名 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 培训了一批少数民族厂长经理 使得新疆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呈现出多层次多途径的特色 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 广州军区有关方面负责 我就是法国脾气 可是他不理 就是就要上学 以前是两千岁 也说不清他心里的话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以后 我们还会来到 也就是说是以后吧 我们尽量帮助你 困难都可以给我们提出 我们今天要求不喜悦 您的Sabes你会就往朋友 在 Imagine 有多少个道理 只是我们使用 设计这次 我甚至是 我设计很幸福的 我身在 Jamis 我设计楼 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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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设计 大里木石油勘探开发 引进了许多现代化的社会和环领模式 让这些在沙漠中生活学习的孩子们 开拓一下视野 了解一下这陌生的世界 也是大里木石油人 培养这些孩子的良苦用心 站里面的社群都在这里面 直接一操纵你 这是全电脑控制 在这工作都是大家 塔里木石油人 到底帮助油田周围的各族群众干了多少事 我们无法全面了解 但从这两个真实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石油之火 为当地的各族群众点燃了追求美好生活 走上幸福之路的希望明灯